我發現就是平均70歲的老人怎麼這麼有活動 這麼有熱情 導演用非常有趣的方式呈現讓我們體驗到 就是過去覺得老了身體不好就是悲傷的事情 他們非常正面來面對這些事情 從我小時候到大印象就覺得 紀錄片成本兩個字但沒有別的 然後我沒有想到看那部片又哭又笑 那個老人家你會看到他們很像年輕人一樣 互相他們已經忘了彼此的年紀那個部分 覺得他們其實真的很有趣 最好笑的部分就是丁爺爺的那個成語其中 今天的成語是龍馬精神 我想到我的母親現在她還在 我也希望說她能夠這麼快樂的活著 我看完這部影片的感覺是 其實不管年紀的變化 那個同心跟那個變化的夢想 那個同心跟每個人的夢想都是 這個是不會隨著年紀有所感受的 所以我看了這部片子之後 我覺得其實我很感動的 我就會回想說 我的父母他們是不是跟這些長輩一樣 他們內心裡有一個未完成的夢想想要去做 她真正好看的地方是 當你去看了這部片子以後 你會覺得說有好多好多的想法 然後心裡會有一種想 有一個最深刻的就是說 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我最驚訝其實是一開始的時候 蘇蘭老師說 他們練啦啦隊很辛苦 然後就有一排阿嬤的腳畫出來 你知道 穿綠色短裙 那是我最驚訝 因為阿嬤的腳好漂亮 還有一個很有感覺的是 那個丁爺爺 還有一個很有感覺的是 那個丁爺爺 還有一個很有感覺的是 那個丁爺爺 跟他的孫子 跟他的孫子 那時候我不知道我看到那個寫 那時候我看到那個寫 那個感動不是 導演刻意要營造出來的氣氛 而是那跟你自己的生命經歷有很大的觀點 你如果覺得你需要一些動力 你如果覺得你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我覺得都適合去看這個片 每一個看過海角七號 看過VANGA 看過雞排英雄的人 都應該買票去看青春啦啦隊 因為它代表了台灣另外一個 真實的在地的故事